玩具TV 第30季 第1集 我們繼續讓大家看這個F00 我們先介紹第2隻 介紹這隻時拍攝這個 用不用 跌寸照顧價 這就是我去雲展時 德哥說 我看到9980日圓 因為它的面價是萬一還是萬二 在橋底管X 平時炒得很厲害 那間抽驗員 德哥說無法忍受 不用等半年 還要500頭 有沒有人拆過這隻? 沒有 重點是甚麼? 幫你忍到這一刻 過多月 這個套也真是 很貼身 Tamashination 2023 其中一件限定 封鈴 Score 6 盒面就極漂亮了 但它真的放得很緊 搞定 一個推一個拉 我拉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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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入面就是這樣的 背面就是這樣的 未開所以 都要一點時間 好幸好是這個單膠紙 其實雙膠紙也無所謂 正常來說都猜不到 有時候有些東西 好 入面有怎樣 應該很驚喜 就是兩個body 雙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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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 這裡很大抽 適合顏色的劍 適合顏色 因為之前是藍的 好像綠 它適合顏色 對 我們立即開箱 看看是否漂亮 顏色就這樣看 一定比通販更漂亮 而且它本身的顏色 是用無形score6的顏色 嘩 是漂亮的 這個很雪 而且那隻白色 很漂亮 你說不膠就騙你 但是這個晴灰色的白色 是十分好接受 它風鈴已經是比較漂亮 這隻是比風鈴 因為風鈴修改型是很地獄的 白到偏黃 即是噁心 我後悔 那隻 我後悔 應該可以玩很久 人人都說不行 我是死後追 這個灰灰藍藍很漂亮 給我一點時間 就是我 我先截一下你的壺 你組好這隻 為甚麼雙肌的那麼吸引 就是這個跟金毛打那場的時候 斷手斷大腿 夾雙左爆出score6 他就成隻給你 不用你逐個壺 斷手 斷手位 爆了空格 突出score6 所以是幾枚本的 這個 還沒閃 score6 挺漂亮 重建彎的單手 再跟金毛旗下的女團 鬥一幕 真是正 好了 真是看回本身這隻 風鈴 score6的本體 你會見到 它的顏色 上面其實是用了一種比較 暗淡的表達方法 本身它的白色就變了灰色 其實這件事對於我個人來說 是非常之喜歡的 為甚麼呢 大家其實如果有玩開ロボ雲 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 都有交變黃的情況 但這隻我相信 我想收回一把刀 那麼難 為甚麼 先放在這個 機會相對小 而且本身它的藍色 也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冷白 很搭配它 比較淡的藍色 甚至我覺得有些用粉色的感覺 是 當然 其實重點大家是留意 本身它score6 那個colotone 還有我想麻煩Ricky close up頭 它的隔靈式機關炮位的銀色上色 是非常精細的 而且風鈴的歌 看到顏色很值錢 因為Bandai真的不知道甚麼 第一隻的風鈴 就暗淡無光 我自己買的黑刀 慢慢刮還未成功 第二隻 然後它竟然 那個ロボ雲15周年版 15周年10周年 我忘記了 都是不顯的 然後內地出了一隻版本 一般般 但今次這隻藍色是漂亮的 而且接下來風鈴修改型 都是顯的 但以風鈴來說 這麼漂亮的藍色 score 就是它 當然了 配件有一大堆 造型手已經多到風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即是剛好十隻 當然大家耳熟能場的 這個護盾 這個外甲 我也不多介紹了 所以我想 重點就是 盡快將 當時的一個名場面 盡量和大家 和金帽仔 暖手 去到打 然後爆割 一夜 殺了女團那一刻 一問 半身 這次真的算是佛心 佛心 再加上穿招股價 我最後會想追 怎知道有些東西趕 最後買不到 所以買一盒給自己 它有拿槍 有沒有記錯 還是拿劍 最後拿槍 很慢 沒錯 所以 還有一個爛背包位 挺廣告 好 有一個爛背包 它一邊爛了 我一直想這件是甚麼件 原來是爛了一邊背包 這個我想先拆掉它出來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 看看爛了還是右 爛這邊 爛這邊 沒錯 沒錯 這一幕就是蘇萊塔和阿妹自然治愈的一幕 那時阿妹還未出聲 但一路蘇萊塔一路說說說說話 然後爆藍光 之後就瘋了那一幕 一隻半位高大 然後滅了整個女權 雖然最後來也差點被幹掉 對 差點被幹掉 就是阿米米的招 對 Starter 被阿吹吹爆頭 趁這段時間 可以呼籲你對於水星的愛 趁我現在擺姿勢時 對 即是能夠令到各位叔叔伯伯們 你不喜歡水星之魔女 你想想這件事 我常常用我以前 以前何時呢 G Gundam時 高達十五周年 一出G Gundam 我們一見到A級 萬洲 大佬是這樣的 有美少女高達 差點上C 爛了A級 但你就是 後來年長 你要知道 這麼有創意的 就是延續高達這個IP 現在我們 G Gundam對我來說 應該是第二第三IP 而導演 慘了 金川弘泰 這些真是可遇不可求的超級鬼才 好 來到Seat 其實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 來到魔女 就是 Bandai那班高層都知道 他問年輕人 你知不知道高達是甚麼 全部都說 我爺爺 我爸爸的動畫 其實高達是甚麼 有這個覺悟 不需要 否則就像老的IP 雖然我不想得罪 譬如沙窩迷 Cosmai 他們很迷戀 第一代最好 沙窩是那三集最好 但高達迷 基本上應該走得前些 水星是令到我們未來的十年 還有人跟我們說高達 有一群年輕人跟我們說的一個契機 嘗試這樣欣賞這套作品 非常多謝主席這群肺虎之言 亦完全在他言語間 感受到他對水星的愛 希望往後都有一些好的作品 特別是好的高達作品 和大家見面 因為似乎暫時來 我相信大家都會比較期待的 就是Seat的劇場版 究竟今次會否徹底玩爛IP 還是 整件事由一坨垃圾去上神台 福田的命運是怎樣 我們有些期望 我們稍後時間會再有一個特集 和大家分享 因為作為高達迷 不想死 不想趕死一件事 拍得不好我們會傷心 我們會恨不成功 但不會垃圾不看 不會這樣 我看完再畫垃圾 好 待會見 我們都會不會再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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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